较早之前我们已经知道 作为国产的首款显卡 锦家威的GM9系列 可谓是给了玩家们不少信心 而在经历过几轮的实际测试和打磨后 其的实际性能也已得到了正式确认 至于它能否媲美此前所预告的GTX1080呢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对于我们自身而言 在CPU处理器领域 不少公司的产品已经在 ARM、X86、Harvard等系统中拥有不错的表现 甚至在部分领域还有一站的可能 至于内存料方面 自从国内大力发展之后 三星电子似乎再也没有发生过工厂失火的现象了 但在GPU显卡领域 国内水平与国际水平就相差过大了 而想要与AMD和NVIDIA同堂竞技的话 短时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并没有让国内的厂商失去信心 毕竟要想缓和垄断的情况 打铁必须自身硬才行 所以早在今年的9月份 剑家V9已经正式宣布 旗下的第三代图形处理芯片GM9系列 已完成流片和封装阶段工作 同时也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而在经历过长达两个月的测试之后 GM9系列的实际性能便得到了正式确认 记得来看首先是在框架支持方面 GM9系列将会支持 4路4K 60fps的H265、H264视频解码 以及1路4K 60fps的MP1G2、MP1G4视频编码 同时其也会支持DirectFB OpenVG的2D图形生成功能 和OpenGL Vulcan的3D图形生成功能 而在详细的规格方面 GM9系列配备的显存容量为8GB 显存带宽为128GB每秒 核心频率为1.5GHz 并支持PisaE4.0x8总线接口 以及提供4路独立的图形显示控制器 当然其也会支持HDM2.0、EDP和VG视频输出 然而在性能方面 GM9系列的像素填充率仅为32G像素每秒 而32位单进度浮点性能也仅为1.5T浮点 至于此前 景佳威在2018年初所希望的8T浮点运算性能相差甚远 自然的肯定是无法媲美GTX 1080 但相比浮点性能为1.3T浮点的GTX750Ti来说 却是强伤了不少 至于GM9系列的性能指标 根据景佳威表示 目前在保障功能的前提下 GM9系列的功耗均小于30W 远低于同类产品 而在能耗低的同时 也降低了外围产品的成本 这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 除此之外 其的兼容性也有大幅提升 之后像X86、ARM、MAPS处理器和Linux 中标麒麟、银河麒麟 统性软件等操作系统 均能满足应用需求 这样看来 30W的GM9系列就能够达到 60WGTX750Ti的性能 那等做到了100W、200W以后 其性能超越GTX1080都像不成问题 而目前GM9系列图形处理芯片 主要应用于地理信息系统 媒体处理 CD辅助设计 游戏 虚拟化等高性能显卡需求 和人工智能计算领域 至于作为游戏玩家的我们 多久能用上这张显卡呢 这就要看景佳威后续的更新计划了 但无论是天树至新的Big Island 还是心动科技的风华一号 又或者是景佳威的GM9系列 它们的出现已经印证了 我们拥有制造显卡的能力 这对于打破行业垄荡而言 我们一起用上国产显卡唱完GTA6的那一天吧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